歡迎來到文化新生活之家國生活 今天是星期一的節目 這一段是講財經 我是Jeff 有我們的節目總監Alex Yiu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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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另一位嘉賓主持夏浩 你好 你好Jeff 大家好 你好Alex 有人問我 Mark Carney 和Bill Monod 和Trudeau 和Christia Freeland 現在發生這件事 有沒有任何機會可以賺到錢 我說有 其實是有一個 trading idea 想和你分享一下 這段消息我們知道8月11日 我們的總理Trudeau想要Mark Carney 即是以前我們加拿大的行長 幫忙看看加拿大的recovery plan 有什麼概念可以想想 之後8月16日我們就知道 Monod 和Trudeau好像有點爭吵 或者在政策政策方面有些爭吵 而之後那天8月17日 Bill Monod 就辭職了 而Christia Freeland 在8月18日出來 就說我們現在加拿大 就會全面擺放很多錢 在綠色經濟方面 如果看回Bill Monod 辭職的時候 他通過他的朋友說 他贊成加拿大放錢在綠色的投資裡 但他可能不太同意我們的總理說 每一個 Green Investment Project 都會放錢進去 因為Bill Monod 始終擔心加拿大的債務 可能將會對我們的國民或國家有些負擔 我們可能遲些有時間會說多些 既然我們知道現在發生這件事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賺到錢呢 馬卡尼去了哪裏呢 因為當Bill Monod 辭職之後 有人估計可能會有馬卡尼做Minister of Finance 估不到是Christia Freeland 但馬卡尼就給一間加拿大很大的投資公司 Brockfield 這間公司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但他就被Brockfield 拉了他去做一件很特別的事 就是他們的 Green Investment Program 之前你再去的時候 因為我想你混亂了聽眾 那卡尼怎麼可以做Minister of Finance呢 有人說 你在說什麼 那個童證客 有錢得到將來 你不要當作是事實這樣說 正確一下大家 暫時沒有可能 我明白 有人說因為馬卡尼不是MT 沒有理由馬卡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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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加拿大唯一在歷史上就是 加拿大唯一在歷史上就是 Pierre Chou也是第一個人 提出了一個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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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因為徐都真的想做Minister of Finance 會做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在現在在國家這個很大的災難的情況下 去找他來幫忙 結果沒有 結果是Christian Freeland 而馬卡尼馬卡尼就被brokefield 挖角就挖角 所以 如果 如果你是覺得馬卡尼真是一個人才 你可以第一個投資的想法 就是考慮一下 不如我買Brockfield Asset Management 這間公司的股票吧 他的代號叫BAM 這個就是他的 trading chart 但我自己去看Brockfield的時候 我就知道其實他有很多不同的投資區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投資 symbol 我亦看到原來Brockfield 他在8月中做了一個 bond issue 也是green bonds 當然Brockfield這間公司 他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不同的投資 我只是告訴你 如果這麼明顯 加拿大政府走出來 是說會放這麼多錢 在green investment 那裏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consider 我不是叫你真的做 我只是叫你考慮 consider 其實你自己本身是否都應該 因此而看一下 做一些綠色的投資 一些green investment呢 如果你自己沒有 idea 或者你可以做Brockfield的產品 但另外一件事 你會看到原來他有幾隻不同的股票 而其中有一隻是剛剛一個new issue 或者其實是一個spin-off 因為以前Broc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 如果你看看左邊的代號 叫BEP 他現在做了一個spin-off 叫做Brockfield Renewable Corporation 我就跳去Yahoo Finance 很快就給你看看他的chart 這個就是舊的BEP 叫做Broc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 如果你看回Yahoo Finance的chart 你會看到其實他2006年開始 一直都在trade 近期 2019和2020年的時候 這個股票才剛剛上升得很多 這隻BEPC Brockfield Renewable Corporation 就是一個新的spin-off 我用另一個time frame 你會看到 它是7月30日 那時spin-off 那時43.8.6元 現在去到上星期五的收市 即是9月28日 我那時收52.2元 為何我會看新這隻 而不看舊那隻呢 通常這隻spin-off的股票出來 它都會引起市場上的interest 人們會留意它多些 如果你是一個短炒的人 你自己考慮一下 究竟這個合不合你自己的投資策略 但如果你說是長線 我是想真的投資在加拿大 或者全世界去Brockfield 其實它有很多project 未必一定會存在加拿大的 但是在投資項目方面 這間公司和其他的fund company 都是一個好的consideration 當然我沒有時間 全部列出所有的基金 我只是highlight這間公司 今天給你們看一看 我就想問一下夏河或者Alex Silber 對於green investment 科技的technology方面 或者你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投資在環保方面的股票 其實會不會是太前衛 科技未去到 還是應該是一個成熟的時間 你自己的看法如何 我覺得 就算現在因為COVID-19的影響 對於綠色產業方面的投資 可能會很少見到很明顯的增長和回報 但是長期來說 它應該都是很有很強的新聞 Green Tech 還未是氣候 所以這個Renewable 我不需要什麼是Green Tech 那邊 但是以往一向都不是說 它的利益很好 是一些Niche方面 所以它的資金也不太大 我記得上個星期 你們說過 Electric Car 或者有些Power Cell 我記得加拿大有隻股票叫Ballot Power 我也拿過它的股票 但我沒有怎樣跟 Tesla當然升得很厲害 我們遲些可能會再去看一看 有另外一個investment idea Vaccine的股票現在炒得很厲害 5月12日 加拿大就宣布了 跟中國一間Canxinobiologics 合作去研究加拿大的Vaccine疫苗 這段消息其實在中國 Global Times的環球時報 它自己也有報告 我們現在中國和加拿大一起做 我當時就看看股票 這個snapshot 是5月12日的時候的snapshot 這隻股票 基本上是由去年的11月左右 沒有什麼事發生 1月1日的時候 59.85元 這個是港幣 在2020年5月12日的時候 升到168元港幣 之後我就忘記了這隻股票 直到我下一次再看它 這個screen print 是我5月26日的時候 做了一個screen capture 我就發覺 於5月12日的時候 大約168元港幣 升到大約280元港幣 然後又跌下來 又大約169.8元港幣 當時5月26日的時候 我就發覺 可能炒風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就不再理它 就沒有再看到這隻股票了 但之後的news 我就留意到原來 6月9日的時候 Justin Trudeau 提出 給我們加拿大人的更新 說我們的個人保護器 或者在疫情方面 去做成什麼 我相信其實我們的總理 基本上每天都會收到一些報告 告訴他我們加拿大人做成什麼 其中有一個 clue 我看到這段消息 為什麼我會在這裏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你不要理會其他笑話 我只是想你專注 我用紅色圓圓圓圈的這段文字 他簡說的翻譯就是 Justin Trudeau 我們加拿大總理 呼籲全世界的全球人 他們聯手一起去同意 如果任何一個國家 他真的研究到疫苗之後 他就會與其他不同的國家去分享 有意思是如果我們加拿大和中國那隻做好 我們就會分給你 但是如果你自己國家做好 也應該分給我們加拿大 因為我們其實全球疫情 大家都是互相幫助對方的 之後我就看到8月20日和8月19日 說古巴、Cuba和蘇聯他們自己都有自己的疫苗 除了美國、加拿大、中國和世界其他不同的國家 都是一直在研究它的疫苗 到了8月17日出了一段消息 加拿大宣佈說中國的研究系統停止了 我又看回環球時報 中國那邊的位置如何 他說不是,可能先保持,可能是還有得來的 有人問我,既然上個星期發生這件事 應該炒哪一隻股票好 他特別問我 究竟現在這隻在香港上市的 6185 Can Sino Biologics 值不值得再看呢? 我就跟他說 It's an uncertainty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就算他的疫苗做了出來之後 我需要他很清楚告訴我們 究竟他每一劑會賣多少錢 還有他會生產多少劑出來 還有有沒有人落訂單 買了多少劑 他才讓我們計算到他的資金 他將來會有多少錢 令到他的earnings 所以我就告訴他不要住 但我就告訴他 你看在美國那邊 其實有些挺可笑的消息 譬如Eastman Kodak 他在7月28日 美國總統Donald Trump說 我現在給765個Million美金 你去做Eastman Kodak 即是柯達這間公司 去做一些生產疫苗的化學品 一些chemicals 是幫助其他藥廠製造疫苗的 當他這段消息出了之後 我就立刻看回他的股票 我想讓你看到的 其實7月27日的時候 你會看到忽然間有1.6個Million 161萬6千股成交 而之前這隻股票 只是7萬5千股 8萬股 5萬2股 接著或者10萬股成交 當我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問題了 有人做insider trading 過了幾天之後 8月4日 真的在CNBC說 現在有人在看 究竟柯達這個deal 是不是真的有人做insider trading呢 現在真是美國政府要看看 Ordar Codex這單deal 究竟如何 而去到8月10日的時候 不僅是成交量 可能有insider trading 還有他的border 或者他的CEO 可能有些stock options 是忽然間無端端 為什麼你的deal 未公佈之前 會用低價錢 去給了一個CEO 好像這個詳情暫時還不太知道 特朗普的Peter Navarro 他就是attack dog 出來在8月17日的時候 就說 Codex 公司去做這件事 真是非常非常之一件愚蠢的事 如果你聽到這些種種的news之後 你會覺得 這間公司的股票已經是死硬的了 我們叫做that's the final nail in the coffin 如果Peter Navarro出來說話的時候 但竟然當8月17日 Navarro出來說完之後 我們看到股票的走勢 8月18日 immediately之後那天 股票由大概7元左右 被人炒到上13元左右 為什麼一些股民 他明知道美國政府這麼多人出來 說柯達這間公司 這單公司的765個million 凍過水的時候 都會被人炒起那隻股票呢 那當天8月18日 我就看回不同的小道消息 原來有一群人是出來 是spare了一個rumour說 雖然特朗普很生氣 SEC在調查他 Peter Navarro出來說 但是可能柯達這單紙 未死得了 那765個million 依然都會被CODA 那就是單憑這單消息 就將股票由之前那天的7元 炒回到大概13元 那天的day high是 OK 測試不到不要緊 13.69元 但是之後這個rumour很快平息了 那收市就收回大概8元左右 那我就想用一個例子 就告訴你 其實譬如Cansino Biologics 或者柯達這些公司 一些因為你會 即是炒風大一點 如果你是在賭金 說有些公司會因為 美國會用它 而生產疫苗 而去買它的股票 純粹是賭博形式 你要非常小心 因為你可能會虧錢 特朗普說 那我現在的765個million 就不給CODAQ了 我反而會給750個million 一間公司叫Abit Labs 一間很大的藥廠的公司 因為它現在做一個測試 一個很便宜的測試 大概5美元左右 在15分鐘內就知道 你有沒有 有沒有承受SARS-CoV-2的病毒 有沒有染有COVID-19的病毒 但是並不代表 Abit Labs 它本身自己的股票 是一個good buy 因為其實 如果你看回它的股票的走勢 當它宣布了這個交易之後 它的股票炒到上去 之前大概102元左右 之後就炒到上去 大概105元的價位 但是就沒有再跳升了 因為其實你要記住 這個交易只是給它一個revenue 如果看一下這個文章 它說它自己希望 Abit Labs 它自己說希望 2020年的10月 可以每個月生產到50個million的測試 但是它現在 起碼已經預售了150個million 即是三個月的production 已經被特朗普賣起了 但是之後 它製作了這些taskage之後 有沒有其他國家會一路落訂單 它自己的revenue 究竟會不會一路上升呢 暫時還未在這個股票的 股票價錢反映到 不過你要小心點 如果你是真的想炒這些股票的呢 你要知道其實是存在一個風險的 我想問一下你們兩個 對於現在我們的科技方面 那個疫情 你自己覺得 疫苗是防止你會感染到有COVID-19 還有藥物 即是你測試到你有COVID-19 然後要醫治你的時候 那些藥物 其實最厲害的藥物都是叫做Ramdecibel 而可能現在的研究 告訴我們用處 你們兩位覺得 我們其實要等到2020年尾 2021還是2022年 才會生產到 而如果加拿大本身 要輪到我們有貨的 可能要等多久呢 這個疫苗疫苗疫苗 全世界有很多國家在研究的疫苗疫苗 我都聽說過很多不同品種的疫苗 都在研製著 他們都有自己不同的目標和效果 我們上次都說過了 就是Montana 是那種我覺得比較努力一點 當然有150種的疫苗疫苗 那加拿大用那個技術 Montana用那個RNA的技術 然後把其中一個可以產生的冠狀 就是那個黃冠的抗菌 就是可以用這個M1279 這個RNA 就可以吸收到肌肉 然後引起冠狀的抗菌 然後再引起這個肌肉 然後再引起這個肌肉 這個暫時來說 這個似乎是最新鮮的 但是呢 因為RNA不夠DNA DNA比較上生殖能力比較強 其實Western Ontario 他們已經發現 其實加拿大在做這件事 希望在那裏有些突破 但是可能時間會比較長一些 我猜如果要快速看情況 Montana應該明年可以投產 那它也有計劃 那希望年尾呢 我想年中已經開始 可以廣泛用了 然後去到年尾 應該有一個肯定 可以供應給全世界 我覺得但是因為疫苗 那件事 全世界這麼多人 每個國家配給是不夠用的 所以可能那個疫苗 是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 可能會延續多幾年 配給那個問題 其實我很想加拿大自己研究到一隻 之後還做加拿大本土的生產 你覺得這個可能性大不大 我們會不會可以在加拿大 建造一間工廠去做疫苗 還有做藥 NRC已經拿了4億多的資金 做了一件事 所以真的可以了 就是加拿大有製造 但是最重要是有一個疫苗 我們有一個大加拿大藥廠 叫Aplotex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內部的工廠 能否立刻去製造疫苗 做疫苗 這件事我真的不太熟 Federal Reserve聯邦儲備局 Jerome Powell 他還沒開會之前 他在8月24日 即是星期一的時候 他說美國現在會做一件很特別的事 就是我們見到 他們見到他們自己美國的通貨膨脹 是大概一年左右低於2% 所以說如果他將來 美國的inflation rate 多於2% 他是不介意的 這段消息加上你們以往知道 他一直在印銀子 結果是什麼呢 雖然他說美國會不斷印銀子 以及不介意通貨膨脹高於2% 但要記住 其實他現在美國的失業率 大概是多 差不多有20% 正式他宣布的失業率 有58個million 左右 但有些shadow statistics 告訴我們 可能是去到30% 美國的失業率 那麼我們加拿大的 Bank of Canada 行長 Tiff McClellan 也說可能加拿大做事 要改變少少 我想你看看這個圖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 或者你要相信我 告訴你 就是加拿大 是未會出現一個叫stacklation的情形 那怎樣賺錢呢 既然你知道我們的monitory policy 和fiscal policy 是不會有改變 而加拿大我們上幾個禮拜 說過利息很低 如果我們能夠發長期債券都沒有問題的話 而這個文章是我們屋泰華在6月24日的時候 已經說他們自己在想發長期債券 雖然加拿大我們的 rating 在2020年的6月24日調低了AA 去到AA plus stable 但是美國其實也是在2020年的7月31日的 rating 被人調低到AA A的negative 即是其實 According to Fitch 美國的 rating 是暫時好過加拿大的 我在3月17日的時候知道 美國會一直印錢 而Steven Mnuchin 我們他們的 Treasury Secretary 一直說 現在不用擔心赤字了 因為我們的總統會一直印錢 那我們應該怎樣去賺錢 當然第一樣就是買金了 我知道時間有限 我讓你自己去研究一下這個金的 chart 金價是上升 因為銀子貶值 而如果你是想買一些金的 ETF 你去到3月17日旁的聽眾 看不到YouTube和Facebook的觀眾 你可以去停止這個 screen 看看一些不同的代號 是金的 ETF 或者如果你是想買債券 因為你想風險低一點買債券 你可以考慮一下一些長期債券的 ETF 這個 Issue 叫做iShares TLT是代號 這是一個 chart 但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你也可以把你的錢放在這裡 安安全全 這樣去投資 或者如果你是投機的性質是高一點的 你也可以嘗試去做一些投機 剛才我上網搜索 人工智能之父 FATH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竟然讓我找到三個人 第一個就是李凱夫 第二個就是John McCarthy 第三個就是Elon Musk Elon Musk 你可能知道他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是昨天或者前天 就有一個Web Conference 就是關於其中一間公司 叫Neuralink Neuralink 是一間private company 暫時未有股票可以投資 但是Founder就是Elon Musk 但是他在做什麼 現在是這麼前衛的呢 Neuralink現在做一個brain implant 即是說將來如果這個科技成功了之後 你可以選擇有一粒晶片 放入你的腦裡面 你就可以用你的腦電波 如果說得笼統一點 就控制你身邊不同的機器 當然如果放了上網 你可能可以是remotely 如果你是醫生的話 用你的腦的思想控制 譬如跟Space Station上面的太空人做手術 但是你一個醫生 你在地球上 你也可以遙遠控制有5G的速度 或者可能將來會有6G或以上的速度 就可以做到手術勒 這個其中是一個應用 我們會留意一下Neuralink這間公司 好,多謝你收看今天禮拜的節目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在個禮拜